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我们为了要把这个理念宣传出去 所以今天就趁这个机会 天花姐 公主 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闲聊 那闲聊之前 我要趁机跟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公主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你丢一下名字 你做生事做多少 你现在无情在做什么 你都讲清楚了 大家好 我是台中普盛公公主 五民生 我在台中火车站和转移站旁边 有一个普盛公 礼拜一跟礼拜四的中午 都有发放爱心平安餐给 若氏跟独居老人用餐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晚上 在原子街 那个厨房 古早味 发放爱心平安餐给 若氏、施月、独居老人用餐 散的旋软做的还可以啦 有一些慈善团体也来跟我们一起做散事 加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慈光师兄师姐 他们有一起来普盛公的爱心广场 花放素食便当 一天130个 两天260个 礼拜六跟礼拜日 越南新住民有来这边花放爱心平安餐 一天差不多花放160个跟到190个 他们都一起来做公益 我是觉得大家在有生之年就尽量做公益 把善的循环做得更好 谢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永远17岁的田花 我们又见面了 好开心高兴喔 真的人生漂亮 长寿 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张院长你好 还有我们的广主您好 我这欢迎很欢迎就对了 很多人 我这年纪 我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差不多去做生 不然就去做天使 我保养得还不错啦 所以我还是很注重健康的 我听他说 张院长 我听他说瑞士啦 意大利啦 为了要漂亮啦 要重复 一边去 什么什么干细胞 什么我听不到的名号有很多 都要花几百万以上 这有什么 嗯 嗯 因为天花姐啊 今天来这里 有个机会就是 希望知道在做什么 那细胞呢 包括免疫细胞跟干细胞 那么 这个东西啊 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最顶级的医学技术 那为什么要分成两种呢 就是说 干细胞是做一个叫修护 再生 比如说我们老 人老一样 已经细胞老化 那细胞的死亡 那细胞的变化 变癌症 所以我们这个细胞 有新的细胞给你做修复 迥利的细胞 让它做再生 做回存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 那么又在哪里呢 比如说你的膝盖退化 膝关节 退化心关节也 那皮肤烧伤缺损 这些都已经没有办法长 那再来就是说 脊髓损伤 中风 车祸 四肢瘫痪 不然就是说像 阿浙海默症 巴金森氏症 小脑萎缩症 这些神经性的问题 这些过去 医学上已经疾病了 没办法做什么东西 比如说中央的人 我们以前在 神经内科 中央的人就是来 有检查很多 结果 检查做后 开始要治疗的时候 他就 病人问医生 他想要快吃药 他想要开药 病人一看 化痰的 脊髓的 软变的 软变的 没有其他药 没有 所以为什么会开这药 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神经损伤 你就是没有办法恢复 我只能开你化痰的 只能开你软变的 就是这样 所以未来的 这些疾病已经到了顶点的 全世界的医疗 都会寄望在干细胞身上 比如说你撞到像 李沛青 我们就要用干细胞去 把他积水做一个修复 修复会 慢慢会好一点吗 科学的进步 修复可以完全好 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趋势 会的都很好 李沛青有听到吗 天罗给你报告 下次有机会 我们来找张院长 你会全部都好起来 又可以跳话 我的月亮 月亮 月亮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 找那个刚刚受伤的 受伤时间太久 那我们的恢复能力 就会降低 不好恢复的 像中风一般大概是 一个月两个月之内 最好在半年以内 它的恢复机率会最大 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免疫细胞 免疫细胞就是所谓的 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那用在哪里呢 用在像现在COVID-19 这个欧洲的免疫细胞 几乎卖到缺货 大家抢着 就是增加自己免疫力 第二个它用在哪里 用在癌症的治疗 所以我们现在 这些就是分两块 这种在台湾已经是 非常普遍的医疗方法 那张院长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台湾很普遍 对不对 那我有听张院长说 好像是卫福部 已经通过这一块了是不是 对因为很多人打东西到体内 我们这个是叫打点滴 或是打肌肉的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合法 那这个它可分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瑞士这一套 三合一的生态 它不叫干细胞 因为这个三合一生态 已经进到台湾20年 那么为什么叫三合一 它里面有免疫再生的生态 有免疫生态 有再生生态 有血清生态 三个一起打 瑞士这一支 进来台湾 那么如果你是要自体用人的 比如说你抽血 去培养自己的免疫细胞 也可以自己抽 对 或是你拿脂肪 自己的脂肪 去培养自己的脂肪细胞 这样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 都很好 这个叫做特管法 我们在107年的9月16号 卫福部有通过特管法 我们台湾是继日本 第二个通过特管法可以做的 医生只要去上课16个小时 那医院要通过卫福部的检验 都可以合法来做 干细胞跟棉细胞 但是政府规定要自体的 自己的干细胞跟棉细胞 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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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区块小脂肪 大概100克 培养两个礼拜再打进来 所以就比如说用在皮肤缺损 或是烧伤烫伤 是做我刚讲说这个骨髓 或是神经损伤 中风 这些都是可法可以做的 就是这样子 这样都可以就对了 那要不就是我朋友 我现在目前身边还是有很多朋友 他的身重病啊 那如果说打这个 你说的什么干细胞进去的话 就可以比较延长他的寿命 还有让他的免疫细胞提高 是这样吗 你讲的是癌症病 癌症啊 也有什么很多病啊 也有癌症啊 有一些人是常常都高血压 糖尿病 那种都够了 所以这个讲叫慢性病 我们就分两部分来讲 慢性病我们会希望用瑞士这一套 三合一的 因为他有在生有免疫有血清 血清就是治疗心血管心脏脑中风这些 那再生就是抗老回春 免疫就是感染癌症 所以他把三个合在一起 就对这一套 进台湾 老人痣痣有算吗 老人痣痣有算 这个大概都是进台湾20年了 台湾20年 那你讲的免疫细胞就是像癌症病人 所以我们许多现在 在我们的客人群里面 大概一半以上是癌症病人 所以我们癌症病人也是有给他 非常好的希望 用我们这一套政府合法的东西 让他觉得癌症不是病 可以让你变成慢性病 跟他和平相处 和平相处 那公主你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们典人他的脚都会这样 都要抽水 他说那有测水 这有用癌症病 骨髓 他都会测水 有点抽到没疼 这就是用癌症病 这个问题就是说 膝盖积水 我们要有找到先找到原因 比如说细菌性的关节炎 那或是其他的转移性的退化性的 你把原因找出来之后 我们对症治疗 比如说细菌性的关节炎 有细菌 我们就要先用抗生素 把细菌消灭掉 消灭掉 抗水 我打一个词 那个张院长 那我说抗水怎么样都好不了 还是蜂蜗性组织炎 因为本来小小的抗 变很大抗的 那来用干细胞来治疗到 弄武好 干细胞跟免疫细胞都有效 所以你这个膝盖 我先回答他这个膝盖的问题 把水抽起来之后 那我们用 如果它是细菌感染 我们可以打免疫细胞 再来打干细胞 因为膝盖的问题 在过去很简单 你就是吃止痛药 在早期的时候 止痛药吃会怎么样 肾伤害到 胃伤害到 胃畜血洗肾 后来有发展到用玻尿酸 就是我们像吃的 像葡萄糖胺玻尿酸 吃的 大家已经流行过一阵子 再来就是玻尿酸用打的 早期是用打的 那早期用打的玻尿酸 是因为我们 如果你是第一起的话 大概还有效 因为玻尿酸就是一个润滑 我们退化性关节员讲的就是一个 关节里面的水都不见 所以它的软骨会跟骨头产生摩擦 那软骨摩擦的话 它就会退化 摩擦掉了 所以我们把玻尿酸打进去 让它有一个水 好像滑滑的 它就会去抹 就是早期 第一 中最早期中 在这边膝盖打 后来又发展出PRP 就是用血小板 它会先抽血 离心 把白血铜球拿掉 剩下血小板打在里面 那血小板是什么呢 它就是血小板增长因子 叫生长因子 所以它是进去膝盖 会刺激软骨的增生 让它磨损的软骨再恢复 这是后来比较进步的方法 那很多人打了许多PRP 它也还没效 所以最近大概一两年 就有用干细胞 这个临床实验在龙总 在他们都做过 打干细胞在膝盖里面去 所以让你的软骨 不是只有刺激它 而是细胞进去 再长新的软骨 就是不一样的 更高等 更高级的 所以公主的问题 就跟年轻人的骨头一样 对 就把它软骨又长出来 不是刺激它 像PIP刺激 就是我们直接长 所以这个在 许多大医院 已经都有做个非常好的 验证 证明说 这个是有效的 那你刚讲的 那个皮肤缺损 其实我们干细胞里面的 纤维母细胞 干细胞 跟脂肪干细胞 胃腹部的建议 就是用在 你讲那个皮肤缺损 烧伤 烫伤 皮肤缺损 好不了的 对都可以 像糖尿病的 我们现在也希望用干细胞 糖尿病不是脚会伤口 平衡复原 以前没有办法 甚至于后来做高压氧 效果不错 但是有线 但是我们现在用干细胞 来做局部的皮肤的 再生长会不会治疗 这样子 夏拙都拿来讲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病态 那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 他是那个黑脚病 人家说黑脚病 他从这里开始黑 一层一层黑黑黑 黑到膝盖这里的时候 就后来就安息掉了 黑脚病 那种的 如果提早预防的话 会有效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尝试哦